各位腾讯体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的一场补赛 这是由大连人队在主场来对阵上海生花的较量 接下来双方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很快就要开始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稍早之前双方的比赛大巴到达现场的画面 这是上海生花队的球员大巴 生花队最近一段时间状态相当不错 最近五轮联赛三胜两平保持不败 球队的积分也是上升到了积分榜第三名的位置上 过去的十天时间的生花队都在进行修整 我们听一下赛前吴尔导怎么说 和其他的中超级球队相比是打法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面对他们这种压着打的战术 那么您做了哪些争双性的准备呢 我想今天对于我们整个防守跟王先生说是一个考验 那么大连人队这个赛季非常成功 在进攻上面给队手制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今天我们也一样会在这种压力下面进行比赛 同时也是这样一个主场 大连人的主场 又进来了很多球迷 我相信对我们来讲一定是考验 所以我相信我们全队上下 首先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发挥做自己最好的水平 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能够双方给大家倒场球迷 现场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很重要 谢谢 好 无论道赛前就这一个问题 确实也是回答了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谈得很系统面面俱到 确实对于这个赛季谢辉指导所带领的大连人队 在中超联赛当中所提出的风格和打法 球迷是给予了极大的认可和尊重 镜头刚才也是对准了特索涅夫的球衣 特索涅夫来到球队之后确实也是极插极用 连续四轮比赛都有破门 而且是连场进球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大连人队的进攻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我就喜欢大连营 这也是球队的口号 在赛前我们也是在直播间当中看到了非常多的球迷朋友 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为大连人队加油助威 看看吧球队到今天的这场比赛 是不是能够延续之前的好状态 球队在上一轮2比2的比分打平了北京关 而且是最后时刻83分钟 先丢球的情况下 慢走机又完成了闪电般的扳平比分的进球 虽然只拿了一分 但是对球队的士气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振 球队之前三场比赛两胜一平正态不错 那么今天迎战状态也不错的 而且排名第三的杀生花队 那么球队准备的怎么样 我就说了生花在这个赛季打得非常有章法 而且战术素养各方面都非常高 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场比赛 因为他的打法和我们就是冗意 因为他寻求的一个反击 而且后场防守做得非常扎实 试球数非常少 所以说将是一场非常值得期待的比赛 希望能够在主场发挥我们的优势 拿到比赛的胜利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有意思的比赛 其实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先回指导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词 来形容两支球队在今天这场比赛的对决 不仅仅是他所提到的两支球队的打法风格 另外两支球队在人员的交集上 也其实有着非常大的看点 先回指导本人在上海生花就效力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可以说他职业生涯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上海生花这支球队当中度过的 同时他也做过这支球队的助理教练 另外在生花的阵容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大连级球员的身影 一会我们盘点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 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因此双方的这场比赛 今天也很像是一场老朋友的聚会 大连的主场现在拥有着非常非常好的观赛的氛围 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恢复主客场之后呢 真的大连人队的主场确实也是为数不多的 能够保证大多数的场次都向球迷开放的这样的比赛的主场 大连人的球迷也在现场用自己的呐喊加油助威声 来为自己的球队鼓舞事情 这样的好的互动 其实也为大连人队带来了第二阶段的好成绩 第二阶段之后 大连人队在普安体育场目前的战绩是保持不败的 两场比赛的当支主裁判是顾春寒 两个助理裁判分别是马继和松凯 第四官员是黑小虎 在上轮大连人队2比2打平了北京过完之后呢 最近三个主场是保持不败 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呢 也是5比1赢了深圳 2比1赢了河北 再加上之前打平海港2比0赢了沧州 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之后 回到主场的大连人队战绩标比 今天这场比赛 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自己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能够给继续下去 而且这个赛季大连人队不仅仅是在 就是压着打的这种战术打法上 让球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 真正到场上的战绩上来看 其实也破了很多 在之前成绩相对比较低迷的那段时间里 没有办法去破的记录 球队面对之前六场都无法战胜的河北队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然后呢面对五连败的海港 打成了平局 上轮九连败国安这样的一个尴尬记录 也被打破了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面对此前几次交手战绩也不太理想的上海生花 是不是大连人队能够在成绩上更进一步 继续去打破记录 上海生花呢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的1比0的比分击败了梅州客家 杨旭在第90分钟的时候帮助自己的球队完成了最后的绝杀 当然那场比赛是9月20号 也就是10天之前的事情 接下来呢中超联赛第16轮和第17轮的补赛 没有生花队的身影 生花当时都是正常的完赛 休整了10天之后 在第18轮的这场补赛当中 生花队也是继续出战 如果能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去拿到三分的话 虽然他没有办法再去追上第一第二的武汉三镇 还有山东泰山 但是可以去缩小和这两支球队之间的积分差距 至少把分差和山东泰山之间 这就缩小到一位数了 所以呢对于生花来讲 今天的这场比赛 能不能给9月份来一个很好的收官 然后进而去缩小和积分榜前两强的这样一个差距 或者说更现实一点的意义是 稳住自己现在第三名的这个位置 这是非常关键 现场所有的工作准备就绪 这场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入场仪式 就是朝篁超好 很好的 就是从哪里台比赛当中的入场也是 现场比赛的关键 但是 rikt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入场仪式 也不太快 那我们已经心里面探员了 这场比赛当下的过程 别人 vehicles 就出场了 冬队 不太过分 过程 双方球员在球员通道已经是列队完成 在裁判执法团队的带领下 两支球队现在缓步入场 接下来将会是 双方赛前奏唱国歌的仪式 双方赛前奏唱国歌 这场比赛是马上就要开始 赛前吴金贵指导和谢辉指导 两个人在场边也是亲切的寒暄 两个人之前也是有着师徒情谊 谢辉指导在球员时代 在生花效力了十年的时间 除了刘洋德国和在重庆踢了一年半 其他的时间都是在上海这座城市 在生花这支球队当中度过了自己的球员生涯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海生花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所排出的先发阵容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波拉尼奥斯 还有巴索哥两个人 今天这场比赛都坐在了球队的替补席上 生花队在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 是排出了一套全花班的阵容 本场比赛的当局主裁判是顾春涵 两个助理裁判马继和孙凯 第四官员是黑小虎 视频助理裁判是张龙 视频助理裁判的助理是张雪森 这是大连人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所排出的先发阵容的情况 上一场对阵国安表现出色的五眼 今天这场比赛继续为球队镇守龙门 其他的位置上 11号孙国文 22号董延峰 44号劳烈斯 28号肺育 中场24号刘乐 21号吕鹏 14号黄家辉 10号特索涅夫 封键上17号曼巴 还有39号严相闯 一会儿结合着场上的具体位置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更加详尽的介绍 今天的这场比赛 同样也是两代中国本土教练之间的对决 吴金贵指导在中国足坛打拼多年 有着极其丰富的带队经验 而谢辉指导这边呢 在之前不管是在中甲联赛的执教 尤其是这个赛季接手了大连人队的教编 在中超联赛当中 给球队所打造出来的这种风格 也是让球迷朋友们非常非常的认可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谢辉指导就谈到了 今天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比赛 两支球队在场上的风格迥然不同 那么谁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 谁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这种风格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取得胜利 赢得尊重 赢得喝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 各位腾讯体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 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的这场补赛 这是大连人队在主场对阵上海深花的对决 这场比赛是在9月29号的19点30分 在大连的主场浦安体育场来进行的 现场的天气情况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 情好的天气 实时的温度在23度左右 今天原本说大连可能有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 但是从现场内场的情况来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对于比赛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场上身穿着蓝色球衣黑色短裤的 这是主场作战的大连人 而客场作战的上海深花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则是身穿着白色球衣 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 我们在开场的这个阶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连人队刚才提到了门将的位置上30号五眼 其他的位置上11号孙国文 22号董延峰 44号劳烈斯 28号费玉 24号刘乐 31号吕鹏 14号黄家辉 10号特索涅夫 17号曼巴 还有39号严相闯 深花这边呢 守门员的位置上19号增城 其他的位置上7号钱杰给 4号蒋胜龙 22号金洋洋 23号百家俊 21号朱宝洁 12号无锡 8号张璐 33号汪海健 20号于汉超 还有9号杨旭 今天这场比赛大连人队面对的是对方的全花瓣 谢辉指导这边呢 是把外援曼左击放在了球队的替补席上 在首发的阵容当中呢 10号特索涅夫 再加上17号曼巴 这两名外援球员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先发出场 球队另外的一个外援博桑基奇 在上轮的比赛当中受伤 而且伯桑基奇的这个伤情可能还要休养一段时间 这个其实对于大连人队来说是阵容方面的一个损失吧 另外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林良明 林良明也是回到了球队的替补席当中 今天这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 杨旭今天这场比赛先发呀 升华的阵容当中 于汉超杨旭 两个大连级的球员 今天这场比赛先发 另外孙世林还坐在球队的替补席上 牛乐别献球 直接来 球方开场之后 在中场的这个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的 大连人队中场断球 黄家辉向前场内部去找颜向闯 孙国文第二梯队迅速上来 再交给身后的队友 长传球直接打进去的远端 开场之后啊 大连人队马上让升华队感受到了自己 从中场向前的这种压迫感 这个抢的真的是非常凶啊 你真的是不对大连人队的这种强法 有一个心理准备 一上来会感觉密不透风 压迫感 窒息感 极强 神华队今天这场比赛呢 先在后防线上来收紧自己的防守 这也是球队在过往的比赛当中 所采用的一贯的一个比赛策略 而这样的比赛策略也帮助这个赛季的上海神华队 尽管遇到了人员不整的问题 但是稳住了阵脚提升了成绩 尤其是最近的五场比赛啊 神华队三胜两平保持不败 吴京贵知道这风轻云淡 他强由他强 他很任他 比赛开场五分钟 来看一下这个这一球 那这人队进攻线上四箭齐发 这球直接打到了门前 还是想找封线上万八头顶的这个区域 但是球打得太深了 这球比较靠近守门员 曾成直接出击 把这球稳稳的拿到 大列人队刚才那24号 刘乐上前的这样的一个冲卡 和对方的球员撞在了一起 两个人也是顶了一个头碰头 再来看一下刘乐的这一个冲卡 中台队位的是21号朱宝洁 朱宝洁的后脑 也是被刘乐的额头给顶了一下 通过这个细节呢 大家还是能够看到 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整个的这个竞争 还是非常非常激烈 从开场一直拼到现在 这已经是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刚才镜头也是给向了林良明 之前呢 因为和球队的合约 有一些反复吧 所以大列人队也有几名球员 有连续两轮 没有能够进入到球队的名单当中 今天这场比赛林良明的回归 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 董年峰向前的直传球 飞玉再把球交还给身后的队友 中后位的位置 劳烈斯 劳烈斯五眼 这都是来到球队之后呢 能够和自己的队伍极插击 很快就占据了球队的主力位置 边路的这一侧 这是刘乐 王家辉 王烈斯 直接打前场的右路 孙国文头球摆过来 严向闯在这一侧的接应 右路有机会 传中球往中间送 这球脚法运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球直接打到了禁区的远端 拓索涅夫 现在是从进攻线上收回来 到自己的中场位置来进行一个接应 小船要去找进攻线上的严向闯 严向闯这一下呢 第一下的停球调整不错 但是被对方已经是逼到了底线附近 还是没有能够很好的顺过来 上轮比赛打国安 先会知道也是这个赛季 第一次使用了4420型中场的战位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也是继续延续了这样的一个差不多的阵型 门将的位置上五眼先发 后方线上两个中锋位 是22号董延峰和44号劳烈斯 24号刘乐是打在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 现在刘乐正在上抢 然后呢 右后卫的位置呢 是11号孙国文 在中场的位置 31号吕鹏 14号黄家辉 28号肺域三个人是一字排开 先看一下这个球有机会打球门进脚 比赛进行到第九分钟啊 上海神话队这一边在前场反断之后 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攻门的机会 这是8号张路 无锡向前的传球 在这一侧吕鹏和张路两个人在抢身位 最后是张路把球顺利的抢下来 这就直面对方的门将 不过射门的角度稍稍显得小了一点 这球最后直接打在了边网上 然后呢 今天这场比赛 大连人队在三个后腰的身前 是10号特索涅夫来组织串联球队的进攻 封线上17号曼巴 再加上39号严相闯 两个人在进攻线上 撑起球队的进攻空间 这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 一方面就是在边路的位置 朱挺 今天的这场比赛 因为是有伤 没有能够进入到球队的首发制容当中 另外也是博桑基奇受伤了 今天这场比赛同样 没有能够进入到大连人队的大名单当中 开场打了十分钟 双方在场上确实拼得非常凶啊 绿鹏在边路来制这个边线球 特索涅夫这边过来接应一下 无锡队他也是寸步不离 这球给到严相闯的面前 连锋 红香子给过篮 劳烈斯 22加44 这个中后卫的搭档 现在已经是大连人队 所稳定使用的一个中卫组合了 而且在大连人队 现在的这个中前场的体系当中啊 吕鹏这两场比赛 他的位置要打得更加的靠前 中场后腰扫荡的职责 更多被安排在了14号黄家辉的身上 年轻打中卫出身 然后在正面的这种防守能力也强 上一场打国安的时候呢 甚至大家能够看到吕鹏 多次打到国安队禁区前沿的这个区域 还和特索涅夫两个人完成了一个复制足球小将的经典的双人射门 开场的12分钟 大连人队的控球率打得还是非常的高的 神话队现在呢 把自己的三条线都收到本方半场这一边 面对大连人队在中场的这种传导 神话队防守的这个态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特索涅夫现在拉出来 然后董延峰都已经是上到了这个位置 往边路改 刘乐 还是董延峰 在找起脚的机会 外围直接的一脚打门 这球打球门的进脚 大连人队的这个进攻呢 就像蓝色的波浪一样 一波一波的往前的去冲 拍打着白色的胶石 刚才这个空间已经拉开的足够大了 最后是由中后卫董延峰 在这个位置尝试了一脚直接的外围远射攻门 就是打向了球门的进脚 最后是稍稍偏离了目标 在这边 上传球直接往前场的位置去给 效果不算太好 边路的进攻 传中球 这球直接往门前打 在进区内的这个位置呢 刘乐也是不敢大意 把球直接给顶走了 就像双方12分钟所打出来的那种控球率是一样的 大连人队在自己的主场压着对方打控球率占优 这是完全在之前大家的预料范围之内 但是生花队要利用好反击 利用好定位球 这也是吴京贵指导的一个既定战术 浅接给这个战术角球发出来 二四进攻传中球给进去 中间那位就空了呀 无锡那个位置呢刚刚没有跳起来 针到这个顶 但是刚才的这个战术角球 其实已经调动开了大连人队进区内的空档 可以看到生花队对于定位球这一点上 还是有着充分的准备的 横向的转移过来 准备风 杨旭在前场想要伸脚完成一个拦截 但是没有成功 无锡这一侧现在也收回来 神花队把自己的后防线上先站定 通过区域结合盯人这样的防守 先稳住自己的阵脚 整个防守的阵线随着对方的这种传接球 而进行不断的移动 现在还没有给大连人队太好的能够直面自己球门的机会 神花队这一侧边路退守 神花队现在在自己右路防线的这一边的张路 收回来 然后进攻线上21号珠宝洁也撤回来 对这一侧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 效果还是很不错 增长 这一球大脚直接放到前场 刚才在场边的可以听到有球员和教练在大声的提醒自己的队员要注意对于二点的这种争抢 封线上慢八 这球第一时间领到了自己的脚下 特索涅夫拉开孔荡 这边有机会起到打磨 增长的这个扑就太关键了 这球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发生了一个变相 然后增长在已经倒地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伸掌一拍 把这球给挡出去了 大脚人队的二次进攻过来了 远端小角度 颜向闯没有能够完成攻门 朱宝洁也是快速投球 把这球点出了危险区 大脚人队在中场 重新拿球来进行控制 大脚人队在中场 马上va月 康春球再往前打 这个时候裁判的上升提前响了 来看看五眼这边的情况啊 刚才也是和对方的球员杨旭 两个人有一个冲撞 这裁判向杨旭出示了一张黄牌 再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五眼先到了 然后大脚把这个球开出去 杨旭倒地想要拦一下 但是呢 他的这个倒地直接带到了五眼的脚踝 神花队今天这场比赛呢 打的是一个4141的先发阵容 门将的位置上19号增城 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 22号金阳阳 再搭档4号蒋胜龙 左边后卫23号百家俊 右边后卫呢18号张璐 后腰是7号前杰给 在他的身前 33号汪海健和12号无锡 打在中场中路的这个位置上 左边路是20号于汉超 右路是21号朱宝杰 然后呢 封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 刚才吃到黄牌的9号杨旭 杨旭的这张牌 也应该是主裁判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所出示的第一张黄牌 虎眼的问题应该不大 老列斯 升华队还是呢 先在两个边路收紧自己的防线 双方的射门次数之比 打到现在为止呢 3比1 打在球门范围之内的射门次数 只比1比0 诺列斯 往边路转 大连人队的这种层层推进 向前压迫性的打法 其实对于中后位的持球和出球能力 也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的 从老列斯脚下 向前的这种出球 分配球的处理 在今天这场比赛 前20多分钟的时间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比较明显的 张璐这一侧边线球支进来 张璐和朱宝杰的这一侧 两人其实在场上的这个位置 还是打得比较活的 防守的时候呢 朱宝杰收的肯靠后 对于张璐身边的这个区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而进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张璐向前的这种参与感也打得很强 山花队的反击在右侧的这一边应该是他的一个强侧 上半时比赛完成的那个有威胁的小角度的攻门 也是在这一侧两人的配合打出来的 当然中间还有无锡的传球过渡 再来看一下这个角球 前击给这个角球直接给到了中路的位置 对于山花来讲呢 今天的这场比赛还有实实在在的成绩和排名上的压力 18轮的补赛最早进行的是海港和成都荣城的那场球 现在已经是完赛 海港是吕文君首开记录 然后吴磊打进了回归之后的手力进球和第二力进球 独中两圆帮助球队3比0击败了成都荣城 那这样的话呢 在实时的积分榜上 海港是18场比赛 拿到了34分 现在先占据了积分榜第三的这个位置 山花如果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能够全取三分 那将会超越海港 在9月份结束的时候 是积分榜的第三 拿一分的积分和海港持平 无锡 这球直来直去 外围是不是还有攻门的机会 不给汪海剑这样的机会啊 大连人队正面的防守 现在集中了非常多的优势兵力 山花队现在在前场也展开了就地的反角 从严向闯的脚下断球 左边路的传中球 这球意图太明显了 被防守球员阻挡了出来 大连人队的反击 万八闪开对方的第一名防守球员 这球的位置靠近边路 上海山花队的球员现在是全速回防 万八一挑二 这球还留在了山花队的禁区里 横传球给到点球点附近 中路的一个大脚解围 终于把这球破坏出去 万八这个球呢 刚才就是拿到之后向前突破 然后就奔着边路去了 可操作的空间相对比较小 而且山花队对于防守端 还是非常的重视的 可以看到丢球之后 整体回防的这个速率 打的是非常的快 投球 这球直接被14号 康家辉 投球点出了边线 两支球队呢 实际上在这场比赛的替补席上 也还都给下半时比赛 留了后手 埋了伏笔 先看这次进攻 往海健 传中球 进去远端 无锡拿到了皮球 大列人队两名球员过来的收缩防守 前接给直接的一脚传递 给他边落 余汉超 一对一面对孙国恩 百家俊上来帮一下 传中球 这球打得又高又飘 就直接落到了五眼的怀里 因为山花队现在的这种集中向前 进攻投入的兵力不多 所以五眼还没有像上轮打关的下半场那样 完成那么多次关键的扑就 叶家辉 向前的直穿球 这是炎香爽 神话队后防线上的一个带脚解围 曼巴在交还给自己的后场 特索涅夫今天这场比赛啊 因为他要收到中场的这个位置来进行进攻的组织 多次的位置打的都相对比较靠后 接近后防线要球 然后呢再往两个边路来进行皮球的输送 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对进攻一端的这种参与感会不会再多一些 大列人队边路的进攻 传中球给到远端 张璐的甩头解围 把球直接破坏了 像这种直接的传中球啊 也已经试了几次了 现在看呢成功的概率不算太高 神话队这边本身就集中了比较多的防守兵力 这是大列人队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脚球 接索涅夫给终点进区内的第一落点 被神话队的防守球员顶出来 来看一下神话队的反击 也是在等这样的机会啊 神话队的反击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呢 非常多的球迷朋友也都在称赞大列人队主场的这个球迷氛围 确实山呼海啸 我们中超联赛的宣传的短片当中 还专门有谢辉指导的采访 只会越来越好 大列人队现场的主场球迷 也确实帮助自己的球队 去制造了非常非常好的比赛份 上半时比赛打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场上的比分目前是0比0平 而神话队呢 对于大列人队这种向前压迫的进攻打法 其实 还是 有很充分的准备 后防线上集中了更多的防守人数 然后呢 对于对方边路的这种传中球呢 也有一个有效的盯防 大列人队前半个小时的时间 两个边路的进攻呢 打了几次这种45度角的传中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对于对方的防线威胁不算是特别的大 刚才也有一个镜头特意给向了谢辉指导 也在招呼自己的进攻球员 似乎是想让在进攻一端的这种 打法变得更加的立体强 特索迪夫 孟家辉 这第一时间没有向前传 回交给了后防线上的劳烈斯 然后劳烈斯再往边路转 在这一侧大列人队也还是有着充分的兵力的 28号肺域拿球 这球是吹了于翰超在边路的犯规 孙国文 这也是在大连打了好多年的球员了 两个边路孙国文都能踢 右边路的位置呢 老将朱挺 今天这场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到球队的名单 那他这一侧 现在是把孙国文给换位到这一边 然后刘乐去打左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继续两个边路的向前的压迫进攻 这一球 这球直接打到进军里 从危险的区域划过 这球也是差点 打到这一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列斯 现在呢 大连人队在中场 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由谁向前出球 来去分配球权 组织球队的进攻 担任球队的节拍器 还是需要再有一些微调 大家在直播间里 也说大连人队刚才几次的进攻 这种在中场后腰位置上的 回传和横传 打的比较多 现在呢是 三后腰站在中间的是 14号黄家辉 但是黄家辉的防守属性 显然要更高一些 几次呢 他的传球 就基本上是先交后防线 然后呢 后卫的位置上 劳烈斯通过他的这种 长传调度再往前打 或者呢 就是特索涅夫的位置收回来 然后呢 在后腰的这个位置 由他来拿球 进行球权的这种分配 但是特索涅夫一旦收回来呢 大连人队在封线上进攻第二梯队 这还少一个人 怎么样能够在中场的这个位置 更加合理的把球能够给传导起来 这个对于破坏对方的 这种整体的密集防守 还是会有更大的帮助 后场直接大脚解围 后场直接大脚解围 后球点下来 颜向闯 特索涅夫 交给身后的队友 边路的空档出来了 这个球 船跑的位置稍微差了一点点 船的方向绝对对 但是力度稍微大了一点 然后呢 孙国文这边的前叉 第一脚这个速度 也没有能够完全的蹬起来 但是这种前场的进攻 配合 速度打出来了 空档也扯出来了 速度打出来了 边线球吃进来 颜向闯 一对二 倒出来 传中球给进去 吕鹏在进区内的投球攻门 双方在中场位置上的睁顶 对球刘乐的手上有一个动作 带倒了朱宝洁 猜派也是直接名上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呢 其实很多球迷也在讨论 现在场上的这个局势 包括对于大连人队的这种打法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 踢的强与不强啊 有没有压着打呀 那实际上我觉得 大连人队 包括协会知道 给这支球队所带来的打法 在这个赛季会成为 大家讨论的话题 会被更多的球迷所欣赏 所尊重 这个不能说是以现在实时的成绩 来去进行更多的讨论 那你说成绩 这两支球队 一个33分 一个19分 一个第4 一个第12 那肯定这有着很大的差距 但是你要考虑到 大连人队赛季之初的情况 还有他在第一阶段 在拳华班 在更多的时候 其实是在备战中甲联赛的 这种前提之下 他所打出来的这种风格 然后结合现在 大连人队在场上的这种表现 你还要去考虑 整个中超联赛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那有多少球队是既没控球率 然后我也 跑动数据也不是很高的 那你这个时候 其实是对联赛的 整体的这个品牌是有影响 但是大连人队 他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积极的东西 其实是球迷 热爱足球的人愿意去看到 在我们抒发情感的这个时间里 黄家辉在场上 因为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个对大连人队来说 是一个隐患吧 黄家辉后腰 而且是后腰打门刃的这个位置 中后卫身前 要依靠他来去扫荡 排雷 这么早 半场不到 先吃一张黄牌 这个会给接下来比赛 大连人队的防守 带来一些隐患 老列斯 孟严峰两个中卫之间横向的传递 现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特索涅夫要回来去接 但是呢 特索涅夫接完之后 这个球继续向哪边分配 孟严峰这边上来 孟严峰继续大胆的向前压上 大连人队真正形成的有威胁的攻门 然后开场之后 在对方进区前能够占据优势的时候 还得是用密集的进攻去破密集的防守 要知道有一次射门 而且是很有威胁的打门 是董严峰完成的呀 中后卫还是得上 有球迷说林良明和商隐都没上 边路也没有威胁 中路就很难有空当 现在的这个边路进攻呢 是通过两个边后卫的压上来完成的 这也是这两轮 升华队在人员相对不整的一个情况 大连人队在人员相对不整的一个情况下 他所用的这种中场的菱形站位 把边路的进攻更多的责任交给边后卫 所出现的一种情况 上半时比赛打到现在 先会知道显然对于球员在场上的一些细节 不是很满意 这脸上的面部表情也很容易就解读出他的心情 上半时四十分钟 这已经是临近尾声的阶段了 黄家辉刚才所吃到的那张黄牌 是他这个赛季的第四张黄牌 下一场比赛要停赛 接下来十月四号 中超联赛的第二十一轮 大连人队要在主场来面对天津金门火 中超的赛程 赛绘制结束之后呢 原本是希望恢复主客场 赛程能够变得相对宽松一些 然后呢恢复主客场 其实对于球迷对于各支球队来说也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疫情的这种反复 其实也带来了更多的变化 堆到了九月底十月初的这个时间段 赛程还是相对的比较紧张 大连人队这已经是连续打了多场比赛了 你看九月二十号打完河北 然后二十四号马上打郭安 然后现在就是对着生花的这场比赛 然后生花是九月二十号之后呢 歇了九天多将近十天吧 然后再打这场球 但是这个仗是怎么算的呢 你再往前八月二十八号打完 然后九月一号打完深圳之后 大连人一直等到了九月二十号才打河北 这种赛程的调整 其实对于球队的备战也是会提出一个更多的挑战吧 任意球 尤其是半场比赛临近尾声阶段的这种任意球 大连人队的防守还是要加上十二分的小心 深华队上半时比赛呢 明显是收着在打 防线撤得很靠后 进攻投入的兵力不多 但是定位球 这时候进攻和防守的人数是均等的 这个球打的落点不好 前阶点这球没有给到位 五眼今天上半时的这个忙碌程度和上一场比赛打国安相比 也还是有所下降 看看到了下半时 深华这边两个外援 尤其是像巴索哥这样的外援 还放在替补席上呢 巴索哥是在这十天的休整时间里呢 伤于复出了 但是曹云定球队的队长 边路进攻的利器 在上一轮大腿肌肉出现了拉伤 今天的这场比赛也还是踢不了 比赛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前阶给上一个任意球直接踢的力量太大 球出了底线 现在看看这个球 经过了上一个调整之后 这一次效果会不会能打得更好一些 这球又搓得太近了 当然距离也要比上一个球会更远一些 所以这个脚法的运用力道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好 上半是比赛一个两分钟的伤停补食 刘乐在吃一张黄牌 现在大连人队的中场 这有点吃解啊 刘乐一张黄牌 黄家辉一张黄牌 这都是中后场的防守球员 这会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限制大连人队的球员在场上的防守的动作 双方的传球236比99 传球的成功率 大连人队在80%以上 但是生花这场比赛整个上半时的 这个传球成功率打的确实 有点难看 你的理念是就是压着 我的理念是就是收着打 所以上半时比赛结束之后呢 看看吴京贵指导在下半时会怎么样进行调整 一直这么收着打 可能现在守的还算四平八稳 但是一旦大连人队在自己的进攻线上 出现了一些调整和变化的话 你是不是也能够很好的应对 而且你就是这么收 进攻线上一点威胁都没有 这是不行的 把拳头收回来 是为了更好的发力伸出去打人的 神花队现在这一直在收 是不是在蓄力 你这个拳头在什么时候打出去 怎么打出去 这确实是一个学问 这个球错进错出 五眼的大脚开到了杨旭的脚下 但是杨旭显然对这个馅饼也没有心理准备 好 这时候主菜办吹响了双方上半时比赛的结束上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的两支球队都没有能够取得进球 比分到目前为止是一个0比0的平局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也是先稍事休息 一会儿呢再回到普安体育场 一起来看一下双方下半时的比赛 稍后再见 别被自己抛弃 就让些许随风飘去 那错过的我 受过的伤 像一步一个脚印 成我们已经走过 成名我们活去 别再闪躲 别再困惑 人生时常存不满心 但我仍然持着相信 你发过不了的地方 没有通过下的迷惑 但用疯狂换个遍体力射 也不肯白活一场 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没有承受不清的伤 好看那没有意义的假装 该忘得着我 该放着就放 继续走 面向 面向 微笑 结果 我看到 我看到 是 漂亮 98分钟 又一次 决定比赛 一切真的出不可信 继续走 像这曾经我以为 到不了的地方 根据哥伦比亚俱乐部官宣 前生发队长莫雷诺加盟球队 世子莫雷诺与兰博的十年签手 正实化在最后 在守护着自己挣扎值得最后 总会深信具体 我还会想以忘记了夫妻 别再满不路的呼吸 背起拥挤前进最初的目的 先有偶美 失败过美 人性感过 我 Life's a street 我愿意的地方 没有承受下的迷惑 当你疯狂 参加遍体力射 也不肯白活一场 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没有承受不清的伤 好凭那没有意义的假装 该忘记着我 该放在脚房 继续走面向好面望 微笑一些 冷藏 我看到 身中最初的向往 永远都一样 那不敢乱雷诺 上海春花市的部 今天宣布 无亲会正式回归 并出任上海春花队 主角练队 其实曾 想知曾经我以为 我们该失去 但是我们不会输掉 我们的信心 不会输掉我们的斗志 好 我们一定会努力 谢谢你们 谢谢 关于球赛最美妙的声音是什么 是开场的一声长哨 是皮球钻入网窝的声响 还是进球瞬间的嘶吼 或许这些都市 但他们都离不开那最重要的背景声 来自看台的山呼海啸 只有越来越好 怎么会越来越差 嗯 978天的等待终于结束 熟悉的一切都将归来 带着热爱与信仰 他们将重返那座心中圣地 将呐喊还给天空 让激情重新点燃 聆听震耳欲聋的欢呼 他们将再次登上战场 迈向崭新纪元 心中狂热不灭 看中超来腾讯 一起为城市而战 kick 踝马 我又一个梦 像雨后彩虹 用所有泪水环来笑容 还有一种爱 穿越了人海 射起那个迷失的尘埃 你的呼吸 越靠越近 从我抱紧 我睁开双眼 像你在身边 无所谓永远 还是瞬间 心闭上了眼 你却又浮现 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 没有伤悲 不愿无归 我拥抱着爱 像从我走心来 你自作的等待 却不想离开 遵不得分开 每一段 取得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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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上半时比赛球队顶在进攻线上的两名球员现在都被换下了 大连人队重新构造了自己的攻击线 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让我们下半时的比赛当中一起来看一下 而上海生花这边的思路很清晰 巴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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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索哥下半时比赛一上来球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将会变得更加有威胁 这也是大连人队的后防线需要重点去注意的 曼索基上轮对阵北京国安球队80分钟丢球之后 曼索基也是81分钟丢球之后 曼索基也是闪电般的帮助大连人队就是开球 马上就破门得分 将场上的比分扳平了 劳烈斯 黄家辉的这个点实际上下半时的比赛当中呢 看看生花队会不会着重的去利用一下 因为他的身上有一张黄牌 而且呢他又是后腰打在中间那个位置的球员 他在黄家辉拿球的时候呢 生花队前场应该敢于去投入一些兵力来抢一抢 巴索哥这也算是大连人队之前的苦主啊 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比赛啊 不缺乏进球 上个赛季先看一下这个球 投球攻门 一上来啊 第一个角球的进攻 大连人队就打出了进攻的威胁 45号曼索基的投球攻门 这球阀的点稍稍有点靠前 曼索基的这一个甩投攻门的角度顶的有一些偏 球直接打在了边往上 但是这相比于上半时大连人队的角球 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抢到第一落点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两支球队下半时比赛一上来都进行了调整 一边是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 而大连人队这一边则差不多重新构建了自己的进攻体系 究竟哪边的效果更好 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刚才说巴索哥上个赛季面对大连人有过破门得分 双方最近的一次交手上海深花4比2的比分击败了大连人 在那场比赛当中巴索哥也是独中两圆 再来看一下这球曼索基想横向的转到进区中路的那个位置 特索涅夫刚才这一下也是没有能够跟上 劳烈斯上抢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好 飞玉 曼索基上来之后呢 就是现在中锋的这个位置感觉能站得住了 上半时比赛曼巴更多的是打反击 在两个边路的这个位置游异 颜香床也是做这个工作 但是曼索基一上来之后就感觉有一个目标点了 这船球高空球都是围绕着他的头顶的这个区域来的 在那边去 при切改温标准备 represük脸兰 완벽 太大到 mont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宪君上来之后呢 他和劳烈斯两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组成了一个中位的搭档 然后董延峰被调去打右后卫 吴远 王宪君 这球大脚直接去找前场的队友 慢走机 吕鹏 这球给到边落 这一侧是林良明 交给自己的队友 再向前传 这球传跑稍稍的差了一点点的默契 林良明在禁区内抢得很凶啊 这球反抢过来 大连人队还有机会 神花队已经全线收缩防守 进区内的防守太密了 前进给 这球也在他的脚下 看神花队没有成功的马上发动反击 但是迫使对方在中场的这个位置犯规了 大连人队现在把慢走机顶在进攻线的最前面 然后呢林良明的位置是在左路的这个区域来游移 特索涅夫在偏右的这个位置 然后中场 吕鹏黄家辉还有飞玉 后防线上的董延峰带打右后卫 孙国文换位回到了左边 中场 同之前 长春球 林良明这一球偷袭差点成功啊 林良明上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在前场打得非常活跃 非常积极 刚才他一直压着蒋生龙 蒋生龙这球没有办法很舒服的处理下来 第一下没有能够触到球 然后林良明就从后面不断的往前压 希望能够把球权给夺回来 林良明5比1大胜深圳的那场比赛 82分钟的时候帮助球队破门得分 但是接下来就因为和球队可能在一些 虚约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分歧 打河北的那场比赛 包括打关的那场比赛 像他 善欢欢 佟磊 吴伟 这都是没有能够进入到球队的名单当中的 林良明一上来 然后再加上孙国文回到了左路的这个区域 感觉把张禄 生花队的右边后卫给直接压回去 张禄上半时向前压上 然后和朱宝杰两个人进攻打配合 开场球队还在进攻一端投入兵力的那段时间 打的还是很活跃的 生花队现在是杨旭顶的进攻线的最前面 然后巴索哥和朱宝杰两个人在位置上有一个互换 朱宝杰去了左路 然后巴索哥活动在右路这边 小块队中落防守人员非常的密集 小块队中落防守人员非常的密集 曼佐基的活动范围也很大呀 刚才在中圈的位置直接和对方的进攻球员对位 上轮对北京国安所取得的那个进球 也是曼佐基来到大连人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例进球 球队的这几个新员 现在曼巴一个球 曼佐基一个球 最耀眼的还是特索涅夫 连续四轮破门得分 四轮打进了四个球 林良明现在是大连人队内的头号射手 打进了六个球 然后就是打进四个球的商业 特索涅夫之前大连的媒体还说 要是按照这个效率 这完全有可能竞逐半成的队内最佳射手 但今天这场比赛呢 特索涅夫离对方的禁区 所以个人的感觉位置还是有点远 大连人队现在怎么样能够把自己中路的这个进攻梯队 投入的兵力更多一些 特索涅夫不用在中场的这个位置 要是既当爹又当妈 那可能他的前叉的这个范围就会更加的深 效果可能会打得更加的好 双方的犯规次数只比11比6 松城 这条大脚放到中场 前几给横向的转移 这球是吹了无锡在中线位置上的犯规 对于吕鹏这个赛季位置的这种前叉 就是大家还是看在眼里 之前不管是在北控也好啊 还是在国安 吕鹏不管是球队的替补还是像在北控时期那是铁打的主力啊 除了停赛或者是几乎就没受伤 除了停赛和在一些杯赛的比赛当中轮换 打满了赛季能打的每一场比赛 但都是打在后腰 尤其是防守型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而这个赛季在大连人的这个体系当中 吕鹏的位置要打得更靠前 更加的去接近对方的禁区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Gen.2 脚球两边都没有办法通过运动站破门 定位球还是破局的关键 巴索哥非常潇洒的一个解围 但是在外围还是大连人队的球员把球控制住了 孙国文先回传 王献军 劳烈斯 两支球队从18年到现在9次交手 神花队是五胜两平两负 占据着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更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六次交手 神花队面对大连人队是保持不败 吕鹏前插到了禁区里 这球在给的外围 特索涅夫没有太多的机会 还是在耐心的进行传导 横向内切 给过来 对方外围直接打一脚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 大连人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董延峰 大进去外直接的一脚远射 这个球划过了一个美丽的弧线 就好像是一道彩虹出现在了不完体育场的上攻 这球弧线角度都是完美的 再看啊 赫索涅夫 这球想要往里传 无锡挡了一下 然后林良明在边落再组织进攻 横向内切 给到董延峰这 这球打得真好 进去湖顶的这个位置 上半场的中后卫下半时比赛 打右后卫的董延峰上来 用自己的左脚踢出了这么样漂亮的一个弧线 这样的剧情谁会想到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 这是董延峰个人在本赛季中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 在之前如果有人能卫补先知告诉你 董延峰这场比赛就会进球 那可能你会想到一个定位球 中后卫的投球空门 或者像上半时他那种插上外围角重炮的远射 但是这样的远射方式 非常轻巧漂亮的彩虹进球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这实际上呢 是大连人队在下半时比赛 在进攻一端进一步去加强人手 尤其是慢左击 尤其林良明上场之后 给球队的整个中前场进攻 他所带来的变化 破密集防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还得是密集进攻 就我进攻线上的人数足够多了 我通过刚才这样的传导 就哪怕你无锡能够封住一点 但是我还是这个球出来 我外围还能把它捕捉到 我继续投入进攻 传球的速率加快 传球的准确性保持 不断的去撕扯你的防守 空当总会出来 传球给进去 进去的第一落点 防守球员破坏出来 神花队啊 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没出什么大问题 但是就是一个瞬间 如果说非要鸡蛋里挑骨头 说神花刚才的防守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缺少一个人在进去弧顶 往前去压迫一下 但那是对方的中后卫啊 你在那个位置说中后卫 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停球直接打远射 你认识哪方的防守球员 可能都不太会想到 你在这会儿说批评神花队 刚才那一脚 董元峰的射门 没人上抢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只能说这个球 打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来看看神花队的脚球 打前点 第一落点被破坏出来 打前点 都是バコ的 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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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团 一旦被改变 将局一旦被打破 现在就可以看到上海生花队是可以把自己的进攻线推上来 也必须把自己的进攻线推上来的 生花队刚才也进行了换人调整 刘若凡披挂上阵 刘若凡上来 在进攻线上增加人手 现在把锁哥的位置也前提 时间还有 现在就看双方在场上的这个局面 接下来怎么样会去转换 朱宝洁被换下 彭新丽莎 然后刘若凡是在中场换下了汪海健 在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当中 彭新丽之前打了12场比赛 563分钟的出场时间有一个进球 刘若凡12场比赛629分钟 虽然没有进球 但是他在进攻一端能够给生花队带来的改变也还是不少的 劳烈斯这个直接手丑 一挡放倒了刘若凡 自己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现在对于大连人队来说呢 全线退守还不是时候 尤其是黄家辉 刘若 黄家辉 然后呢 劳烈斯 这都身背黄牌的情况下 65分钟就开手 这个有点危险 特索涅夫被换下 23号伤影上 现场的大连人队的球迷 也在把掌声送给自己的球员 这个球 这球没有复制董延峰刚才的那个神来之笔啊 无言也是告诉自己的腿 安拉安拉 可以控制 撑船桥给到禁区里 张洛一个回头望月的投球结尾 张洛一个回头望月的投球 中方在中场 现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阿索哥 编评的这个位置拿球 还是没有支点 现在巴索哥和杨旭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呢 这个打的有点远了 每个人之间的污染 巴索哥相比于大连人队的几个进攻球员上来之后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巴索哥现在在进攻线上还没有太多的表现 大连人队那边有球员倒在了本方的禁区内 是劳烈斯吧 这边已经是出现了这个流血的情况 赶紧再招呼队一进场来看一下劳烈斯 这一下还是被五眼的手肘撞到 不行了 劳烈斯这边的是需要进行换人调整 这个对于大连人队来说可能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五眼从身后上来摘这个球的时候呢 手肘撞到了劳烈斯 然后导致了劳烈斯头部出血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保护球员的角度 必须马上进行换人的 这还是刚才董延峰的那个进球 这真是天外飞仙的 不管明天的比赛 或者是今天其他场次的比赛 是不是还有精彩的进球 也不管18轮之前已经完事的比赛 是不是还有精彩的进球 董延峰的这个球在我看来就是中超联赛第18轮的最佳进球 可遇不可求啊 劳烈斯进行换人 那董延峰的位置是不是还得回到中后卫去 现在是三号扇棚飞准备要上 1 3 4 4 1 3 5 5 5Roant 1 3 5 5 5 4 5 6 6 6 7 7 8 8 9 1 1 3 5 5 5 6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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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1 12 125 7 9 10 10 124 8 有出血的情况 这个要在场内 先做一个 及时的处理 完成止血之后 然后呢 再完成换人 被抬到场边 现场的大连人的球迷 也是在DG的带领下 给自己的球队加油 给劳烈斯加油 给这个城市在加油助威 在中国职业足球的早期 连户争霸 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其实对于每一个球迷来说 都记忆犹新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 不管是什么 身花也好 还是大连的球队 已经变迁也罢 让联户争霸 少了一些熟悉的味道 今天的这场比赛 虽然到现在为止 进球不多 但两支球队 还确实都是按着 自己的风格打法 在为大家奉献一场 节奏很快 而且也很具备 观赏性的比赛 张洛 从边后卫的位置上 快速的收回来 然后把这个球大脚破坏了 比赛呢 现在打过了70分钟 场上的比分 大连人1比0 暂时领先 时间还有 刚才呢 老列斯的这个治疗 消耗了差不多 三到四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个伤天捕食 要补回来的 所以这场比赛的捕食 肯定得是在 四分钟往上 怎么着 得是五分钟到六分钟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对于生花队来讲 时间还有 大连人队 现在损失了一个中后位 然后呢 后腰的位置上 黄家辉的 身上也背着黄牌 这生花队如果在进攻一端 敢于投入兵力 这场比赛剩下的时间 还有得一打 那果然 单鹏飞上来之后呢 是打在了右后位的位置 董延峰这又收回去了 但是董延峰现在 在进攻一端 还是大胆的向前压上 金阳阳 侧向的转移过来 蒋生龙 生花队现在呢 把自己的两个边路张路 还有百家俊 这全都给推上去 但是曹云定不在的情况下呢 边路还是感觉缺少爆点 胜板时比赛 生花队张路和朱宝杰 两个人联手 在右路制造了一些威胁 但之后全先退守 这个威胁就弹不起来了 长川球 想要去找刘若凡 效果一般 赛前呢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吴京贵指导也谈到了 说打大连 我得以快制快 但是这场比赛 生花队反正上败时 大部分的时间里 打得不够快 那下败时 现在比分落后了 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 快节奏打起来 好 巴索哥 这球还是没有能够停动 在过往的中超联赛的比赛当中 疫情之前 其实每一个球场差不多在70到75分钟之间 现场的广播都会播报到场的球迷的人数 在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习以为常并不是很特别的事情 但是在疫情之下 在更多的时候中超联赛以赛会制 哪怕恢复了主科场 也有很多的球队主场是在空场的条件下 所进行的情况下 像刚才 大连人队现场的广播的这一段播报 确实还是让大家感觉为之动容吧 希望能够尽早的疫情平稳 得到有效的控制 战胜疫情 更多的让球迷回到球场 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 刘若凡现在上来之后呢 就是神花队的整个中前场进攻 还没有办法去构建成一个整体 你像大连人队下半时比赛呢 就围绕着曼佐基在进攻线上的这一个支点 你第二梯队的进攻球员 能够形成一系列的有效的串联 董延峰的那个球呢 看似天外非些 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吧 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但是你之前在边路 特索涅夫的那些 林良明带球的这种突破 还有曼佐基对于对方防守球员的吸引 他是持续不断的 已经在那边撕扯了半天了 这才把空刀能够给拉出来 但你现在神花的这个进攻呢 只投入更多的兵力是不够的 这个你得需要有体系 你不能说我上了不少进攻的人了 但是打到哪算呢 大连在前场也是马上展开了反抢啊 哇 这个六名球员去抢对方 三名中后场的持球球员 这算是以攻带手了 吹了林良明的反抢犯规 杨旭这时候被换下了 27号朱建荣上 吹了林良明的反抢 吹了林良明的反抢 边后卫其实已经等了半天了 那一侧是有空当的 大雷人队现在反击 形成了一个三打四的局面 哇 巴索哥呀 巴索哥从封线上 一路高速回撤 在禁区边缘把这球破坏出去了 刚才那个位置真少 巴索哥这么一个点 大雷人队的进攻可能就打进去了 还嗯 啊 啊 比赛已经打到了将近80分钟 神花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 接下来10月4号要对阵河南松山龙门 先看一下这个球直接打到进区内 第一落点大连人队的防守拳顶出来 前接给 海家俊传中球给进去甩一头攻门 这球虽然是顶正了部位 但是角度顶得偏利一些 今天这一场比赛 百家俊的这一侧 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传中球 都看到的并不多 在我印象当中这第二次吧 所以神花队今天这场比赛 两个边路的进攻 给封线上的支援是远远不够 神花下一场比赛呢要对阵的是河南松山龙门 河南松山龙门队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也是不好 2比1赢了广州之后呢三场没赢 其实赢广州之前的三场比赛也是两负一平 就是最近的七场比赛 河南就只赢了一场 球队当向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发起冲击的时候 也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和反复吧 下一场比赛就很关键了 河南松山龙门从三甲 现在已经是退出了前四了 神花要是这场比赛不能拿分的话呢 两队友差不多不到一个胜场的分差 竞争也会很激烈 侧向的转移过来 吕鹏在这个位置可以起交大门了 吕鹏又是杀到了禁区湖顶的这个区域 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就反复提及 这球给到后点 曾成直接出击 把这球给破坏出去了 阿索哥 吕鹏 脚后跟的传球 那类人队这会儿的进攻线上 也是完全打开了 回交到了吴衍的脚下 吴衍今天这一场比赛 打到现在也没有很忙起来 这和上一场打关的工作量 差着不是一个两个重量级 满足机 升华队这个时候换下 百家俊 换上温家宝 进攻线上继续堆积球员 但是你进攻线上人多是一回事 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整体是另一回事 比赛打到这会儿 双方的情绪也都到了一个临界点 这种情绪不仅仅是场上球员的情绪 秦升这边也是和裁判发生了一些争执 吃到了一张黄牌 升华队这边的温家宝上场换下了百家俊之后 也已经是用完了全部的五个换人名额 现在两边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 最后的这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 就看在场上 双方的这一套阵容能够发挥出多大的能量 双方的这一套阵容能够发挥出多大的能量 两支球队之前我们也提到了 比较过往的交手记录的话 升华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优势的 但如果大连人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能够取胜对手的话 又将是在这个赛季去刷新一个 之前很难战胜的对手 去取胜他的记录 来看一下升华队的这一个脚球 前接给 给后点 进去那第一落点 林良明把球挡出来 这个球林良明没有领到 把锁割 传中球往中间给 外围再补一脚远射 这球发生了一个反弹之后 球出了底线 脚球在对侧 升华队继续来发脚球 双方的脚球次数只比4比4 把锁割 这球直接打到门前 无言把球稳稳的拿到 球出给4比4比4比5比5比5比1天 表达人赚捞也感写得 如果做出没必要 球出场 攻击达人赚 球出场 中盖 球出场 球出场 曼佐基进区正面把球领下来 传中球往进区里给 这时候呢大猎人队在进区内投入的兵力 就稍显有点不足了 商隐虽然是抢到了这个落点 但是呢没有再有更多的经营球员 在这个位置去形成更有威胁的进攻 球往边路转 这一侧阿索哥调整 到三角的回传 这球危险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 上海山花队持续不断的这种进攻 也是收获了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 大连人队的防线呀 在那一刻松了 多多少少一点摆命一输的味道啊 替补上场的朱建荣 从两名防守球员的人缝当中杀出 从这个位置我们再看 巴索哥 然后边路上来传中球往中间改 在进区内大连人队的防守人数是占据一个绝对的优势的 但是就是那么一瞬间 替补上场的 山鹏飞没有预见到身后朱建荣的前叉 两名防守球员中间出现了一个缝隙 朱建荣拍马赶到直接一脚把这球端进了球门 距离太近 距离太近 无眼没有办法再去上演上一场比赛 那么多的神奇的扑就 88分钟朱建荣进球 足球场上确实是瞬息万变 朱建荣替换杨旭上场 现在变成了帮助球队扳平比分的功臣 刘若凡高速向前 闪锋飞 手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限制住对方 刘若凡这球到三脚往无锡脚下去传的时候 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抢先 要把球破坏出去 常规90分钟的比赛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当然这场比赛的伤挺补食的时间 可能不会太短 因为劳烈斯的那个治疗 就消耗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巴索哥 传中球再给到中间 无眼这球出击 没拿到球 球被顶进了球门 就在伤挺补食的五分钟的牌子 刚刚被举起来的时候 大连人队的后防线上又丢球了 破门得分的是朱建荣 替步登场 独中两元 一举逆转比分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啊 就在杨旭下场 朱建荣披挂上阵的时候呢 球迷朋友还在直播间里说 杨旭这场比赛确实 进攻线上支点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也没有更多的射门 那这时候他下场朱建荣上来能做什么 现在看能做的太多了 甚至能改变这场比赛最终的胜负 大连人队的防线呀 这一场比赛可能承受的压力也不算太大 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 当深花队开始向大连人队的这条防线去施加压力的时候 一压就崩溃了嘛 董延峰和单鹏飞两个人结合部的那个位置 也是出现了又一次的盯人不解 同样的一个河掉进去了两次 同样的一块石头绊倒了他两回 现在深花队又恢复到了 他们在上半时比赛的中后段所做的事情 全线的收缩防守 五分钟的伤停补时过了一分半了 现在只需要守住目前的这个比分 对于深花队来说这场比赛就外事大击 但是对于大连人队来说压着打了大半场 董延峰取得了一个梦幻一样的进球 最后却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 功亏一篑这是不能接受的 时间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 看看大连人队在进攻线上 还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回应 上一场打关的比赛是丢球之后 秒半平比分 这场比赛还会有这样的剧情吗 双方在角旗的位置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朱建荣的上抢 曼佐基上一场比赛他是帮助球队颁平比分的英雄 但是这场比赛他只能更多的去充当桥桥宝 来给自己的球员过度 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这球打的又高又飘 送到门前 曾成第一下的出击也是看着很悬呀 这球并没有能够打远 但是好在身边还有防守的后卫帮忙补了一脚 比赛打到这会儿 双方已经是到了一个最后的白肉化的阶段 93分半无眼 无眼到了前场 但是这个角球打的位置不好 朱建荣在第一落点就把这球顶出来了 大连人队还有边线球的机会 28号飞鱼 曼佐基没有能够转过身来 上发队的防守球员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在这一侧还有 陈鹏飞 别线球置进来 给到正面 孙国文 洗球 这球没有了 球打的位置太深了 曾成出来 把这球直接拿到 双方的射门次数之比8比6 打的球门范围之内的射门次数之比2比2 哇 神花队打的真的是有效率 这场比赛 神花队如果以这样神奇的方式逆转取得胜利的话 六轮比赛四胜两平 保持不败 球队将会超越同城的对手海港 然后再回到积分榜三甲的行列当中 五眼又上来了 对于大连人队来说 这差不多是最后不多的进攻机会了 飞玉 传中球 给后点 这球被解围出来 与此同时 主裁判顾初涵 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在中超联赛第18轮的这场补赛当中 上海神花队最终是令人意外的 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 2比1的比分逆转绝杀大连人 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替补上场的朱建荣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 独中两元 帮助球队拿下了这场比赛 尽管董延峰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进球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带领自己的整个后防团队 帮助球队去守得哪怕一分的积分 这样的一场比赛确实像谢辉之导在赛前所说的 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比赛 两支球队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比赛风格 大连人这边就是压着打 吴之导这边我就是收着打 有精彩的进球 也有不可思议的比赛的剧情 这样的一场比赛 质量很高 攻防转换的节奏很快 对于看球的球迷来说 可能胜负会有不一样 大家的心情会有高潮会有低谷 但是这确实是一场 令大家感觉赏心悦目的 高质量的中超联赛的比赛 我们渴望中超联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比赛 那这场比赛现场部分的直播 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腾讯体育 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的直播 我们下一场再会 很遗憾在比赛的最后的时刻 我们没能守住这场胜利吧 点名一下这场比赛吧 像说的有一些遗憾吧 球队80多分钟领先的情况下 被人连打两个球 确实是需要总结 但整体来说 我们表现的还算不错 感谢这场到场了这么多球迷 很遗憾没有能够拿下比赛 下一场我们一定会在主场 全力拿下比赛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可以了 主任总理好 可能这场比赛最后时刻的一个逆转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你怎么要看我们最后时刻这样的一个逆转 我们还是就是坚持主要练 对我们赛前的灌输吧 也提到过落后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领先的情况该怎么办 将军神话该怎么办 我们球员一直在怪树主要练战术 从你个人来说 商欲付诸后又马上没开二度 延续了第一阶段的好状态 自己对自己感觉怎么样 感觉 怎么说呢 其实伤还没完全好 然后还是带了一点伤 在上面坚持比赛 感谢 这场比赛很多人都看 吴金贵指导和谢辉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你感觉这场比赛的他们两个的斗法 结果怎么样 就吴指导和谢辉指导的对决很引人关注 作为队员你怎么看这种对决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特别关注的焦点 其实只不过是中超的一场比赛而已 没必要去大肆去宣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些许随风飘去 那错过的我 受过的伤 像一步一个脚印 证明我们已经走过 证明我们走去 别再闪躲 别再困惑 人生时常存不耐心 但我仍然只能相信 发布不了的地方 没有忍不下的迷惘 但有疯狂 换个遍体铃舍 也不敢白火遗伤 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那种受不起的伤 好看那没有意义他假装 该往的旧往 该放的旧房 继续走 面向人望 微笑着梦想 我看到 几乎的笑话 98分钟又一次 决定比赛 你这天的出国 我先议 你穿好 继续走 像这曾经我以为 到不了的地方 根据哥伦比亚俱乐部官宣 闲生发队长莫雷诺加盟球队 至此 莫雷诺与蓝博的十年签手 正实划出最后 再束编着自己 振着直到最后 总会深信聚疲 忘了微信也忘记了呼气 别再忙碌的呼吸 背起拥挤前进 最初的目的 谁有美 失败过 没人心甘弱弱 Life's so sweet 回来的地方 也曾经下来的迷惘 当人疯狂 换个遍体铃舍 也不敢白货遗伤 不敢白货遗伤 哪个承受不起的伤 好凭那没有意义的假装 该忘的旧望 该放的旧房 继续走面向 面望 微笑一切 人长 我看到 心中最初的伤往 永远都一样 那么大坏 上海中华俱乐部今天 正是吴欣贵正式回归 令出了上海中华队 比较练义的 想起曾经我以为 我们该输球 但是我们不会输掉 我们的信心 不会输掉我们的斗志 我们也都会努力 谢谢你们 谢谢 关于球赛最美妙的声音是什么 是开场的一声长哨 是皮球钻入网窝的声响 还是进球瞬间的嘶吼 或许这些都是 但他们都离不开那最重要的背景声 来自看台的山呼海啸 只有越来越好 怎么会越来越差 嗯 978天的等待终于结束 熟悉的一切都将归来 带着热爱与信仰 他们将重返那座 心中圣地 将呐喊还给天空 让激情重新点燃 聆听震耳欲聋的欢呼 他们将再次登上战场 一比零开场 在位队世界摸镜球 迈向崭新纪元 心中狂热不灭 看中超来腾讯 一起为城市而战 CM的建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有一个梦 像雨后太空 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 还有一种爱 穿越了山海 世界那个迷失的尘埃 你的呼吸 越靠越近 从我抱紧 我睁开双眼 想你在身边 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请闭上了眼 你却又浮现 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 没有心悲 无怨无归 我拥抱着爱 当从容就醒来 你自作的等待 绝不再离开 舍不得分开 再每次醒来 不用再拍开 你就是我最美的情感 我拥抱着爱 让从容就醒来 你自作的等待 绝不断离开 绝不得分开 再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徘徊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我最美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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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获得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是上海生花27号朱建荣 下面召开赛后新发布会 首先有请上海生花主教练 吴金贵先生对比赛进行点评 应该说今天比赛打得非常精彩 应该说给到场的所有的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们很少 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感受到 就是这样一种球迷氛围了 所以这样一种氛围给赛方球员带来一种场上的一种拼不精神 还有一种勇于进去的精神 所以今天都展现出来了 那么确实是我们今天胜的是算运气吧 应该说大连人队在协会指导带领下 进步非常大 跟去年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其实正常比赛对我们的这种压制 我们处于这样被动 所以对方呢其实长了很大的优势的 很大优势的 那么只是我们可能在最后时间这个经验上面 起了关键作用 那么对手也有主力中后位受伤下去了 所以我们会获得这样的机会 会获得这样的机会 那么正常比赛我中场的时候也讲 今天上比赛对我们来讲非常艰苦的 大家做好这样的事件准备 那么每个队员在场上也做到了 那么我们能够在大连取得这样的成绩 这个也是跟大连这个方面对于生化队的支持是分开的 我们有这样好的这样一个条件能够安心的训练 能够有在这样好的条件下面得到大连方面的这样的一种照顾 所以说我们真的非常感激 但比赛就这样 最后我们赢了比赛 我希望我们双方都不要放弃 大连人也是各个方面也是打得非常好 希望坚持 希望坚持 也祝他们好运 也祝我们球队好运 也感谢我们双方的球员 今天场上表现都非常出色 再次谢谢道餐的球迷 也谢谢我们媒体 真的是非常感动 也感谢大家 好的 谢谢 下面请媒体进行提问 提问前请报各自新闻大V 五星体育的记者 第一个问题想无止的点评一下朱建荣 因为他商与付出之后好像状态也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对于外界一直传 那就是大家非常关注你和协会指导的这种 直接的对峰交锋 今天能够赢下比赛 是不是还是感觉非常好的 朱建荣呢 就是说在前轮上病一直在训练 所以我讲了就是大连方面 真的可以非常好这个这个这个帮助 所以呢 朱建荣得以能够非常正常的进行康复训练 所以说呢 在康复训练完了以后 我们每一次都这样 就是每一次康复出来的球员 都有好的状态都能够保住进球 所以这个呢 也许可能是一点运气上面也比较好 那么对于那个 其实说实在的 协会指导 其实我们相处时间很长 相处时间很长 同时呢 我们两个都有德国的情节 所以说 为这个协会讲 现在是应该你们 这个舞台 你们也应该展现的更多 所以呢 就是给予 中国教练这样的机会 我说你们要掌握住 要把握住 那么他们确实也非常努力 所以看到中国足球 现在处于这样一个低谷时期 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那么对中国教练来讲 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希望 就是这批年轻教练 不要那个 放弃 要努力的 那么我也知道 协会工作非常努力 他的对这个足球的理解 也是很不一般 尽管比赛总是这样 就是有胜负 而且呢 就是足球这个领域也是 经常有这样的一种 试图的较量 也正常的很 我觉得 那么我希望 不要 就这一场比赛 去分谁谁高谁低 所以我觉得就是 协会今天真的做得不错 因为他们的球员 说实在就是跟我们相比 可能在某些位置上面 还是一定差距 所以我总体来讲 他做得真的非常不错 做得非常非常不错 所以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也是教练人之间 也在讲这些 所以真的 协会加油啊 做得非常不错 好的谢谢 下一个问题 有问题吗 好 上海生花赛后新闻发威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我有一个梦 有问题吗 有一种爱 穿越了沙海 射击那颗迷失的尘埃 你的呼吸 越靠越近 我睁开双眼 想你在身边 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请闭上了眼 你却又浮现 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 没有伤悲 永远无归 我拥抱着爱 让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得离开 舍不得分开 再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开开 你就是我最美 我拥抱着爱 让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再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徘徊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我最美的期待 总的来说 进了球以后 又不知道怎么踢 这不是第一场 也不是第三第四场 我数了一下 十八轮 五六场球 所以这样 这次明显看得出来 有很多球员 他在这个级别 应该是太高了 都是一些非常低级的事物 很多这样的事物 你就没有办法总结了 很多就是说了 场上非常多的球员 付出的努力 被一些低级失误 全部给抹杀掉 这就是这场比赛的 一个总的 对对手 在1比0以前 可能没有几次射门 希望回去能够 再总结 我们在后方线上 确实到了低位 问题多得不得了 还需要 再通过训练来改进 谢谢 好的 谢谢 下面有请媒体进行提问 今天前请报各自新闻单位 谢谢您好 五星体育的记者 因为我看到中场里 就直接进行了三个人的调换 是不是 非常渴望拿下这场比赛 然后昨天你也说 对结果其实挺期待 挺憧憬 但最后这样诉求 还是非常的遗憾 对吧 那当然 这是在组场 我就说了 我们组场已经 应该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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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 复过 所以说 对这场比赛 至少从 这个 结果上 还是 有期待的 因为对手 也是有些伤病 你看出来 也 人员也做尽建筑 从场面来看 也打的 其实 也是占优势 但是 就像 我说的 这些生活队 现在它的效率 要各方面 因为它的心态 都比我们要好很多 我们好像 好像还在 宝基泥潭里 我在问 是不是我们现在 深陷 这个泥潭 好像每个人 像输了一场 这个 不能输的比赛一样 这是 已经是 好几次 发现这种情况 觉得有些差异 好的 还有问题吗 你好 达林体广播记者 想问一下 就是 我们在上半场比赛 好像是 没有打出 我们之前所期待的 那样的节奏了 但是到了下半场 好像进行人间调整之后 这个 尤其慢走机 上场之后 这种前场支点 作用非常明显 先知道 会不会考虑 以后 会给慢走机 更多的 上场的时间 而且好像在对董联锋的 这个位置 位置的这个调整上 也是效果不错 是不是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也有过这样的尝试 谢谢 慢走机倒队 是第三周 如果你有这个 准备期尝试的话 现在打90分钟 会发生像博桑那样的事情 博桑其实从某种程度 他已经比赛了 他有过准备期 慢走机是没有准备期 期待 当然 我当然想他打90分钟 我也知道 我们没有9号高中风 但是情况不允许 谢谢 好的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本场赛后新闻发布 到此结束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